谎称没死在屋内,张纯纯卖凶宅遭起诉 擅长投资房产的地产女王张纯纯 谨涉嫌卖凶宅被告上法院 检方查出现年51岁的张纯纯 2006年间以姐姐名义花625万向李姓女子 买下北市闽生东路一户房屋 但她买屋后发现曾有女子在屋内烧炭自杀身亡 于是对李姓女子提告求偿 官司事后和解收场 2011年她将屋子转卖给一对男女 两人再转售给赖姓男子 但赖姓男子想将房屋脱手时 才知道有人曾在屋内自杀 房屋是凶宅,份额提告 台北地检署开庭时 张纯纯否认隐瞒屋矿 但检方发现她曾对前屋主提告并和解 加上卖屋时,她曾告诉对方有人烧炭 但松衣后才死亡 而后来这对男女卖屋时 也对此只字未提 检方因此认定 两人与张纯纯 为了将房屋顺利脱手 均隐瞒屋矿 日前依炸其罪起诉三人 你可以透过街坊 平居或是那个大楼社区的管理 与这样的管道去了解 他再过来的话 就要利用所谓的屋矿 让另一个交易的相对人就呼住 他去说明他这个条例到底是不是凶宅 东新闻台北报道 随便当计划 原名做工艺 独家包料给苹果 即可用 少许一千元 请现两千元 最新闻的屋页 旗干机构 独高料我捐款